雷歐聊四季天天不新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一場很特別的2v2遊牧比賽 這場比賽是台灣的選手 也不是選手 台灣玩家小魚 小魚寶寶還有這個兔魚 兩位玩家們在遊牧上 遇到了吸托跟另外一名不知名的玩家 遊牧上來說 台灣的玩家應該是相對有利的 台灣人非常非常愛玩遊牧 所以我想這一把即使是兔魚 跟這個小魚寶寶遇上西拓 這個法國頂尖選手 應該也不至於打不贏 以前兔魚呢 也在我的Twitch實況上四五年前 很常跑來跟我一起玩 最近我們在YT開直播時候 他也會跑來跟我們一起玩 他是非常強大的玩家 他應該算是我認識裡面 業餘玩家裡面 數一數二強的玩家 但他可能自身因素也沒有跟我一樣 沒有什麼時間玩天梯 所以天梯分數也是 他會在1500-1600左右的樣子 記得之前到1700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 他的分數一直都是很高的 他這次是遇到他的隊友 這個小魚寶寶 小魚寶寶他是 可以直接說他是2K2的玩家 非常強大的單挑玩家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他是 我認為 女性世界異國裡面 台灣最強的玩家 雖然他現在不住在台灣了 稍微介紹一下這些選手 我覺得蠻有趣的這場比賽 來分享給大家 這邊博士是開局 是先去下了碼頭 這是一個標準化流程 打幽默一隻村民 一定要先去下碼頭 要把這個碼頭下在這個魚群的旁邊 這個海濱魚群 那你這個碼頭 村民蓋完碼頭 就可以去旁邊撈魚 看一下兔魚這邊 兔魚這邊有下碼頭嗎 有在這個位置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的捕魚開局 那如果你不會捕魚的話 這個流程就會差很多了 所以你玩游牧 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後面就先把這個木頭穩定下來 去捕魚 然後拉一頭豬 回來吃一下豬肉 然後邊按碼頭 邊按魚船的時候很容易卡村民 還有卡這個魚船 等一下去補房子 所以也不能一直按魚船一直爽 好 OK 那這裡是開始吃豬肉 好 左邊這個地方 把這個豬肉帶回來吃 OK 那看起來 小魚寶寶跟兔魚的流程 都是非常標準的 沒有什麼問題 西托這裡也是 兩邊都是很正常 蒙古這裡就怪怪的 這時候還不拉這頭豬來吃 他先吃那個旁邊的野味 他可能地形比較好 不能說他怪怪的 唉唷 這裡就怪怪的 我們在敲石頭 OK 稍微挖一下 他以為他是真的要挖石頭開稿了 好 那兩邊正常伸上去 魚船按到了四艘 那兔魚這邊按到第三 第四艘也正在出來 西托這邊五艘了 哇靠西托這邊流程更順暢一點喔 好 小魚寶寶這裡也是五艘漁船了 這隻豬你吃 好 這個 台灣人的英文我就看得懂了 You eat 那兔魚說是 這隻豬吃一下 好 右邊這隻豬也拉回來 哇 這個兔魚吃豬吃得很開心啊 好 再吃一隻 好 放出來 放出來 那看誰是要誰打海啊 那目前看起來西托是已經準備要來打海了 好 那斯坦已經點上去了 那兩邊 玩家呢 富宜跟小魚寶寶 看起來都是要打直城喔 直接上城堡賽 那 蒙古這邊呢 應該也是要打直城 那他這個直城是不是有點太早了 二十 村民就點了 感覺快了幾個人口 有可能是蒙古的關係喔 突然打野的話可以更快升 也說不定 那蒙古這邊的肉量應該是OK 那這邊木頭要稍微留下 待會要下兵工廠跟市集 這邊戰船已經出來了喔 小魚寶寶跟兔魚 這時候還沒變成封建時代喔 西托已經掌握住 這邊喔 十之八九是直城策略了 西托這邊稍微慢了一些 要上城堡賽還需要一點 時間喔 好像肉有點缺 OK 馬上趕快補下兵工廠跟馬舊 上方的漁船也被騷擾了 現在西托一個人 敵兩個人 戰艦一直燒 這裡要補一個戰艦嗎 小魚寶寶好像沒有補戰艦的意思 好兔魚按了一艘戰艦稍微擋一下 有點擋不太起來 後面拉了一隻村民過來打一下 但漁船還在逃跑 嚴厲只有漁船 OK西托這邊打得非常OK 兔魚這時候點下了一擊伐木 蒙古也點下了一擊射 看起來 蒙古有可能是想要打一個快速蒙古突擊壓制喔 快速蒙突壓制 好 你修一下西托這裡 這艘魚船會被燒掉嗎 唉唷修回來 哇 真的被修回來 西托這不會是職業選手等級喔 細節都做得很好 那兔魚這邊就宣告只剩下一艘魚船了 小魚寶寶還有六艘魚船 還蠻多的 還沒有出戰船去反擊 這裡馬上蓋跟城堡 西托一定要打西針啊 不然要幹嘛 兔魚這邊是轉出了葡萄牙 葡萄牙的話是八折單位 打什麼都可以 打他也OK的喔 而且葡萄牙的船艦也比較硬喔 在打雙刃游牧的時候 玩法可能又跟四刃游牧的玩法又不同 所以這裡不確定兔魚到底要打什麼 但看起來是要打海喔 但如果他現在打海的話 會遇到木屋土地這邊 哇完了 這邊蓋不起來 鋪魚一家被抓包啦 這裡要取消 可能要直接蓋在門口 直接蓋在門口 如何 這裡過不去 城堡喔 再稍微挖一下 這樣資源不太夠 好直接過來搜村 再射掉黎村 好小魚寶寶這邊開 使用西班的征服者在處理吸托了 吸托這邊雙TC 3TC開農 完全沒有把吸針放在野裡 看來是將的還是老的啦 非常的淡定 你吸針 我待會轉修道院跟戰毛 可能就搞定了 這邊先穩住一下3TC 結果兔魚把吸托的戰艦給打贏了 直接上層打海 然後蓋根堡守家裡 漸漸的海戰也慢慢打贏了 只要能幫小魚寶寶鎖住海戰的話 變優勢就很大 因為西班的征服者是吃肉的單位 只要能把這個肉給穩定下來 就會非常的舒服 這個漁船千萬不能再被燒掉 趕快來幫忙守一下 注意這裡有幾艘戰艦 趕快北上幫忙 會比較好一點 那現在兔魚也是把對方的港口給克制住 這裡一艘自爆船炸掉了兩艘的船的血量 所以寶寶還有三艘漁船 想要吸針跟蒙古徒記兩邊互彷 要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轉奴炮嗎 這邊可以解決掉西班的征服者 看起來是蒙圖先被處理 西托這邊很淡定的轉出了聖旅 守衛一下才不會被彷彷掉 繼續招翔給壓力 有機會嗎 哎呀來不及招翔掉 就被小玉寶給彷彷掉了 小玉寶把我這邊熄燈打得非常漂亮 右邊的戰艦繼續繞一下 下方蒙古這邊再繼續撈魚 旁邊的碼頭 看一下這邊 把這個血量燒得差不多 好 三隻吸針開始包圍為波斯的TC 現在TC是瘋狂在農 好 現在吸釋的目標就是要先把生魚的數量穩定起來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 不然就是要轉更多的弩炮 OK 生魚的繼續按 起碼這征服者現在防衛力只有一點 遠距離一點的防衛力 所以蒙圖打西針 稍微能打了一些 不然之前西針實在是太無敵了 好 這邊也是有幾隻村民被騷擾到 小玉寶寶直接過來蓋寶 一根寶敵兩根寶 好 這樣很忙喔 好 火槍射奴炮很快 四隻吸針集火一個奴炮 可以直接秒殺的 要不要先點奴炮 哇 打歪 看來打不贏喔 這裡要撤了 好 蒙古圖地 這邊是稍微反擊回去 再來要趕快全部鎖住這根城堡 小玉寶寶這根堡很關鍵 要是能穩定下來就好了 好 上方兔魚果然在幫小玉寶寶防守 海岸的部分還在協防 看起來是兔魚這邊是拿到 捕魚的優勢了 好 而且這根堡有蓋起來 賺到了一些經濟 讓西針這裡沒辦法很好的文文龍 好 看起來小玉寶寶可以再繼續 出更多的西針和征服者 那兔魚這邊海戰打贏之後 也要想辦法去反擊一下蒙古 OK 蒙古這邊是轉 蒙古途徑 繼續打西針征服者 還有這個封擎炮 這封擎炮打蒙圖我是覺得 不太有力 因為他本身是工程器單位喔 會被蒙圖的工程器的外增傷 給打出很多傷害出來 要打什麼打蒙圖比較好 我是覺得打戰毛兵 稍微防一下 但是打戰毛的話又不用主動選 不然就是要打強弩喔 比較便宜一點 封擎炮的木材造價實在是很貴喔 來看被蒙圖射直接爆血 完全扛不住 所以 我覺得 是很好 封擎炮這個單位 打蒙圖的話 不然就是鬼轉生旅喔 換來生地王 然後 點下印刷技術 開始用手術標 反正 所掃的生旅喔 只要80黃金喔 好 這邊西針 先繼續騷擾 西針這邊開始著想 還在彰 把這些生旅給彰掉 建塔慢慢插得出來 再補一個伐木場 好 可以再繼續騷擾 正面部分 這兩個城鎮中心 還可以再繼續按村民 目前村民處呢 是西針四村領先喔 兔儀跟 小魚寶寶 都還在四十幾村喔 都是單TC主播在開 兔儀雖然已經開了三TC喔 當然還是有這個TC顯置的部分 所以造成現在村民處沒有辦法 好好提升起來 萌國這邊村民處 反正是來到了七十六村喔 村民處相當穩定 好這邊再射掉萌圖 OK 西針也稍微被反擊回去囉 這時候帝王時代點下 所以果然速速生地 斷春生地 要轉什麼呢 帝王時代修造院嗎 軍營 軍營還沒有補 還是要直接鬼轉強弩呢 現在小魚寶寶跟西針在單挑當中 看起來是拿到一點優勢喔 西針把政府者很難纏 而且這邊有補下這個品種 血量武器屬低血 細節都打好塔滿 好下方的戰船 還在延安防守 好就不於優勢的台灣隊 能夠打贏西針嗎 好 風不出擊過來 開始反擊回去了 好 那蒙古這邊有彈道學 現在開始也變色的比較準喔 這邊高打滴 傷很痛喔 蒙古最好是撤退 這邊開打 一定是蒙古虧喔 哇 虧了三隻 高打滴就是這麼的兇 哇哇哇哇 快要變光喔 這裡的蒙圖 好 右邊在鼓勵工程器製造所 TC繼續開 來 升到帝王時代的兔儀 是點下了戰毛兵跟二級射 本來是要先轉戰毛喔 好 這邊稍微放一下 把臭名給放回去TC裡面 修道院兩個已經開始量產囉 西托開始把重點放在生旅上了 他開始注意到 這個只能用生旅程解決掉了 好 就要用戰毛兵 戰毛兵 其實 要研發也是蠻貴的 好 小魚寶寶還想要再蓋寶 又想要蓋臉上 一直插寶一直爽 好 這根村民出來 直接用村民反擊 好 射一下投資車 回頭打一下西針 唉唷沒有打到 這個預判失敗了 好 騎身過來 這根城堡應該是敲不下去 要換地方敲 看要不要敲到這個位置 好 直接敲到這個位置 來村民也過來 勸架一下 我要再蓋了 要蓋去練武士蓋 蓋一蓋 所以還是要讓西班牙蓋起來 西班牙的建築速度也是有性命 數於數二塊的 所以跟他對蓋寶 通常是會蓋數的 除非你可以拉到他兩倍以上村民 三十隻村民直接硬蓋 才有可能蓋起來 才有可能蓋起來 好 這邊升到帝王世代 巨型頭時機 戰毛兵開始反擊 蒙古的城堡回去 蒙古這時候也帝王世代了 現在兔裏的村民宿只有61村 小魚寶寶是59村 西托這邊是94村 還有蒙古是103村 好 臭民宿還是按的蠻穩定的 這邊值得注意的是蒙古 這邊臭民宿夠多 而且帝王世代已經上去了 但不知道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點下精銳蒙圖跟法學 後面又開了一個TC 好 這裡防抽換擊 高打低 射吸針速度很快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蒙古一直在過來幫西托 小魚寶寶給西托壓力非常巨大 又蓋了一根堡 哇 瘋狂蓋堡 你有多少TC我就有多少根堡 小魚寶寶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連續把西托的城鎮中心跟農田大量封鎖 像西托要按村民也變得很困難了 開始斷村了 波斯西托這裡 食物已經見底了 其實本上是沒食物 完全爆炸的狀態 這就是台灣游牧的實力 跟鬼一樣 好強好強 但是蒙古也扛不住兔魚的進攻了吧 這裡轉出少量的風型炮 打村民 那主要還是要靠戰毛兵去打這個蒙古突擊 CP值會高一點 好 畫面西托趕快開啟新的農田 後方就是兔魚的碼頭了 這邊可以補一些戰場 好 騷擾一下蒙田的部分 好 現在四處都在著火 西托過得不是很好 但西托這邊只能靠隊友的蒙古突擊來幫忙 但隊友其實也快要扛不住 兔魚還在持續進攻當中 好 蒙古突擊抓到了 這邊風型炮過來打村民的 哇 蒙古突擊打風型炮真的太痛了 夾不住 好 同時來砸一發 砸中間 快走 好 兔魚應該來自雞走掉 看 還是有一台沒 不躲掉 OK 好 兔魚這邊趕快轉出了化學 要轉火炮反制了 再不轉火炮的話 肯定打不回去的 好 下方補了一個採礦地 這裡投石車繼續補 5 西托還有征服者 數量還有16隻 好 看起來兔魚可以自己管理 小魚寶寶自續用城堡 加上西征的壓制 給西托更大的壓制 但只要讓西托升到帝王時代 可能戰況就會有所改變 但西托這邊要升帝王時代太困難了 資源非常稀少 蒙田都要重新再灑一次了 好 現在蒙古也開始用 巨型投石機反制回去 這裡巨型投石機被拆掉了一台 戰毛兵要小心 絕對不能跟投石車互相 撞 OK 收掉兩台投石車賺了 哇 沒石頭可以修 要買100石頭嗎 買一下 挖一下 不買 哎呀 就不回來了 城堡死守 但是也順利的把蒙古的投石車給解掉了 好 小玉寶繼續蓋寶升推 又再插入了後方的城鎮中心 好 現在兩邊稍微有點陷入膠左了 但西托還是沒有放棄 還在農 好 現在兩邊稍微有點陷入膠左了 這TC越開越多 好 現在兩邊稍微有點陷入膠左了 呵呵 這裡是幾個TC啊 到處都有城鎮中心欸 好 這時候蒙古轉出了肉馬 肉馬直接上去硬尻 戰毛兵效果非常的好 西托完全打不贏肉馬 只能眼睜睜的看得見 戰毛兵全部被吃光 蒙古這個轉兵轉得非常漂亮 而且家裡也沒有城堡 肉馬直接砍得很開心 把所有的工程器都收掉了 風情砲也全部倒光 這時候突然轉出了三級 開始轉出了馬蓋 馬蓋是一級的 不是三級的 這也是很像 那蒙古這時候轉出了大肉馬的升級 蒙古突擊精銳不點 直接鬼轉肉馬 正面一波反打回去 脫魚這邊開始有點被牙蜘蛛囉 小魚寶寶要過來救一下隊友嗎 但沒有喔 他的西班牙征服者還在努力攻擊 脫石這裡 脫石這裡用投資車稍微打了 西班牙征服者回去 但似乎效果並不是很好 這裡本來要蓋寶 但是被村民給逼了出來 好 這裡再找個一發 好 這邊直接硬炸炸了 小魚寶寶村民 但是這邊有取消城堡 好 這邊幹的蠻關鍵的喔 拖石車就要來了 完蛋 被砸到一發了 後面西班過來趕快救一下 這一趴在砸村民 OK 只損失了少量村民還行 好 但目前兔魚正面開始全面潰敗了 擋不住對方的大肉馬 還有城堡開始推進的問題 農田全部全速爆開 直接被長驅植入 酷魚已經算是個死人了 沒有鑽力了 現在只能靠小魚寶寶 魚一打二了 當然西拖也算是半個死人 但還沒有完全死透 甚至可以按出投石車 繼續來幫忙 好 這根堡又蓋起來 但這次堡好像沒有打到這麼多東西了 只有控住這個TC跟黃金而已 下方農田稍微被控住 也算是控住了 現在蒙古文機全面生差 想差哪裡就差哪裡 完了 脫魚直接損桿爆炸 BBQ了 好 吸陣這邊壓制回去 這時候小魚把魔打出了GG 問號要不要GG 好 這時候打出了GG 好 恭喜西拖跟他的蒙古 TOMODATI DFX2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 看一下景氣喔 景氣的部分是拿到了 摩靠 蒙古最高5萬8 或是4萬6 看來這場比賽是 西拖這邊加速能力還算不錯 一直網開 蒙古這邊趕快回農上去 而且蒙古途徑一直有在幫忙西拖 所以這場比賽有點可惜 差一點台灣隊友就可以拿下這場比賽勝利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